真正对佛法了解的人确实不多 甚至于包括我们自己在内 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 譬如说 你是不是把佛教看作宗教 是啊 我信佛教啊 那你就对佛法不了解 为什么呢 佛法不是宗教 这个问题不是我提出来的 民国好像是十二年 民国十二年 欧阳靖吾大司 他那个时候在第四中山大学 做了一次讲演 第四中山大学 就是现在的南京 师范大学 现在是南京师范大学 从前是精灵大学 最早的时候 民国十二年时候 叫第四中山大学 他讲演的题目 叫佛教 非宗教 非哲学 而为精实所必须 这么一个题目 民国十二年 我还没出生 我民国十六年出生 我也是在三十年前 在香港讲经 就讲了演经 在界限界中华佛教图书馆 看到这个讲义 欧阳靖吾大师讲的 他的学生 王恩阳居士记录的 我看到这份讲义 我仔细看看 他说的很有道理 佛法真的不是宗教 也不是哲学 但是佛法里面呢 有哲学 有科学 我们这学佛 学了五十六年了 佛教经典里面 讲些什么 我把它归为五大律 你们同学细心去听 细心去看 你看是不是 佛经里面讲能力 讲道德 讲因果 讲哲学 讲科学 我们在华严靖 这个讲座里头 常常谈到啊 方东韦先生 把佛法介绍给我 他说佛法是高等哲学 那我们现在接触 知道不但是高等哲学 高等科学 关于能力道的因果 通通都讲到最高峰 实在是难得了 那几个人知道 你不接触 不深入去研究 你不晓得 佛法 佛法 剖落一切 宗教 也包括在其中 他不是这些 里面有这些 他不是宗教 里面讲谈到宗教 他不是科学 他不是科学里面谈到最高的科学 现代科学最高峰 讲这个太空物理 讲量子力量 讲基本粒子 佛经的全都有 而且讲的比较透彻 所以认识佛教 真的不容易啊 佛教究竟讲什么 用一句话来说 不如经讲的 祝福二十相 宇宙人生 万事万法的真相 讲这个 那现在我们更清楚 更明白了 讲的更贴身的 大方光 佛华 佛华 你讲什么 讲的是我自己的真相 那你才真得受用啊 字字句句经文 是讲到自己分身上来了 身外有没有呢 没有 就真是经上所说的了 心外无法了 法外无心 外面境界是什么 境界是自信变现的 所以六祖谈经里面 他老人家 尽心的时候 说五句话 可以说 那五句话 是 受法三世 一切祝福 所说一切经教的 宗刚灵 都说到自信啊 自信 本自清静 自信 本不生灭 自信 本自居足 自信 本无动摇 自信 能生万法 说尽了 这就是真正懂得佛法了 那么大一不大一 行事 一 就像我们 做学生的制服一样的 要不要紧呢 不重要 那是行事 佛法 重是智啊 不重行事 但是这个行事呢 我们也要尊重它 是佛门的一个规矩 五界 没有大一 五界属于本意 受菩萨界 才有意 才有慢意 那么现在说老实话 是不是真的有界呢 不但菩萨界 没有了 五界也没有了 哪一个人受了五界 他能做到呢 第一个不杀身 蚊子摇了一巴掌 不得打死 那你能做到不偷盗吗 纳税的时候 还想一点方法 怎么能这样 少教一点 这种念头 这个行为 就是偷盗的行为 就是偷盗的行为 就偷盗心 还有占别人便宜的念头 这都是属于道心 那这个妄语就更不必说了 所以 五界里头 哪有